好,來 再看一次 我們利用下面這條線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你要先執行畫線的指令 你現在看到的是我的畫面對不對 來,先執行L 畫線的指令要先執行 剛剛問你第一點在哪裡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它這種狀況是絕對沒有辦法幫你抓切點的 像切點的,所以你要強制它所切點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按住Ctrl鍵不要放 再把滑鼠右鍵這樣 看到這個功能表出來了 你的Ctrl就放開 然後請你選切點,有沒有看到?切點 把切點點下去之後 再用你的滑鼠放在圓上 你不要放在私分點,放在圓上 這樣 這樣 它才會自動幫你鎖 它現在已經鎖在切點 可是哪個切點不一定 為什麼?因為它配有另外一個圓 那你拉過來的時候 它還是無法幫你鎖到切點 不行的 所以另外一個圓你還得再強制鎖切點一次 所以再把Ctrl按住之後 再把右鍵點一下 看到功能表出來了 Ctrl就放開 再去選切點 這時候你放在圓上 相切的符號就出來了 再把滑鼠左鍵點下去 這樣就穩了 就鎖到了 好,這樣才結束 這樣會了吧 了解一下 來,交給各位